18分局、钻石巴消防局TACF、Hearth of Hope分别捐赠了1000美元 根据南京华人资讯网在1月30号的消息 为了安慰到Montrepar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的家属和居民 亚裔名人堂将会在2月1日的中午12点 在Montrepar市政府的门前免费的发放1000个装有蜡烛和暖鲜物品的关怀包 先到先得 亚裔名人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谢明锦就表示 名人堂是致力于维护和为亚裔权益发生的非盈利组织 Montrepar大屠杀事件发生以后 名人堂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表达对受害者家属的支持及对亚裔小区的声援 希望这些物品为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和蒙市的居民带去温暖和关怀 据本台记者Tricy在1月29日的报道 在日前 Montrepar大屠杀事件发生